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思是说 十大建设难道只有在金国先生主政的时代 我们才做得出来 而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这样的破例 让国家继续往前迈进吗 其实我要向各位报告 在马总统竞选2008年总统的时候 他所提出的爱台十二建设里面 就已经包含了类似新的十大建设这样的概念里面 我们今天所谈的桃源航空城是其中一个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 桃源航空城确实是我们所有推出的新建设计划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国家级的旗舰计划 它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说 他所要投入的金额最多 或者是要征收的土地范围面积最大 或创造的工作就业机会最多 更重要的一个背后的意义是 它是台湾在未来下一个阶段 如何立足于世界跟东亚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让台湾能够成为全世界 进入东亚的门户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下最大的决心 在相关的建设方面去展现我们的破例 桃源航空城各位往往会忽略 它不只是一个国际机场而已 它是一个航空城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个更新版的国际机场 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航空城 这个规模跟这个破例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里需要的是中央的相关部位 以及地方政府通力合作 才有办法把它打造成一个 我们刚刚所讲的台湾自我定位 并且要进入东亚的一个枢拟 台湾凭什么要进入东亚 各位要知道我们有非常好的地位置 其实从世界的这种交通的枢纽跟网络来讲 台湾的地位置之优越 绝对不下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 因为我们是真正整个太平洋西端的一个核心的所在 桃源航空城在这样的定位之中 是我们下一个阶段下一个世纪 让台湾能够进一步发展非常关键的一步 我们希望它建设起来的不是只有一个客运跟货运的转运站 它同时也带动了包括桃源县 未来变成一个直辖市所在 甚至整个北台湾的经济繁荣发展 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庞大计划的时候 当然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 刚刚我们吴县长特别讲到 由于这个计划的规模非常的大 光是这个土地征收还有拆迁的复数之多 在处理上吴县长一直强调 我们要有耐心要细心并且要贴心 那我同时呢也要再加一个 我们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有决心 最后我要特别提醒我们交通部的同仁 以及相关其他部位包括内政部经济部等等 我们在未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记取过去在推动国家重大建设之后 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些遗憾的事情 譬如说像去年以来到今年 大家为了我们机场捷運线的工程的援荡 就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其实任何一个工程如果有哪个环节没有做好 只要延个一年两年对于我们所有相关的在地居民 心里的那一种冲击跟大家感到的遗憾 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希望所有的相关部会 对于已经领定的计划一定要按部就班 最好甚至能够提早完成 在这里特别是经济部跟我们桃園县政府 对于未来我们产专区的招商的工作 千万不要等到说所有的一体工程都要完成了 才去展开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国际的企业 国内的投资者能够及早跟我们签署 他们的投资意愿书或者是备忘录 这样就会让我们全民可以更早的看得到 这个蓝图的远景 我希望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行政部门 中央跟地方要一起努力 同时也要在这里拜托我们两位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里面不断的给我们督促跟指导 协助我们克服所有这些法规上面的障碍 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共同来了解 桃園航空城的进度 也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加速进行 适当的机会我还会再带领我们的团队同仁前来 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未来的一些工作状况 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